广西究竟是什么模样 它是数不尽的喀斯特风林 层栏叠仗 傲然挺立 也是那桂林离江 秀甲天下 让世人围之青岛的山水花卷 它也是那碧海银滩 接天无际 滔生澎湃的蓝海 北部湾 而这些也都只是它的冰山一角 它的美不输任何一个省份 今天我们就来走进广西 它是我国唯一的沿海自治区 紧邻北部湾 面向东南亚 毗临越南 云南 贵州 湖南 广都 位于我国海岸线的西南角 地处于云贵高原与南岭的延伸叠河部 也正因如此 其境内超过三分之二的面积 都为山地丘陵 同时也是我国喀斯特地貌最丰富的首分 可以说山就是广西的根 而水则是广西的魂 北回归线在这里穿静而过 较低的纬度以及聚海较近 让广西降水丰沛 在其境内江河密布 除了浮原面积辽阔的西藏与四川 广西江河境流量稳居全国第一 正因如此 广西境内遍布山光水色 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一遍 也会让人大开眼界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地走进广西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 秀架天下的桂林山水 也是广西境内最富盛名的景致 离江蜿蜒曲折的流淌在 喀斯特风林之间 让这里一步一景宛如画卷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 华南地区第一高峰 被誉为山海经第一山的猫儿山 因主峰酷死沃猫而得名 发源于这里的离江水系 孕育了秀架天下的桂林山水 大摇山脉中的北地山 以风秀林茂 石旗花艳全清雾迷六绝而闻名 被人称作广西的小张家界 还有呢 世界上喀斯特地茂 连片面积最大 完好性保存最佳 原始性最强的木论喀斯特风林 是广西境内最具代表性的 喀斯特地茂自然保护区 在广西的崇山峻岭间 我们的少数民族同胞 在山剑 沟壑中 创造了一个个人工奇迹 构造出了一幅幅 世外桃源般的田园风光 就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龙脊梯田 便是其中最佳的代表 在这一座座喀斯特风林之间 千末纵横 卧野良田 零星散步 如同这五彩田园一般 构建出了广西境内的农业体系 还有那深藏在十万大山中的名式田园 如同微缩的盆景一般 镶嵌在这群山腹地 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画面 在这里完美呈现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德天瀑布 可以说是广西水色的颜值担当 它横跨中越两国 是亚洲第一大瀑布 年均水流量为黄果树瀑布的三倍之多 左落于华南第二高峰 珍宝顶山腰的泉州天湖 十三个高山湖泊群 在这里连成一片 是华南地区罕见的高山美景 水深一百八十余米的大龙湖 十四个岛屿点缀其中 波光淋淋 曲折回环 也是世界十大喀斯特龙岩水库之一 在曲阳湖中 十几座喀斯特独风 错落突兀 争其境秀 被人语为水上桂林 广西境内还留存着大量 喀斯特天坑 喀斯特地缝等自然奇观 就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乐业天坑群 在全世界十三个超大型天坑中 这里独占七个 其数量和密度 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 广西还拥有绵长的海岸线 其中最为著名的 当属北海市的银滩 它被誉为天下第一滩 其面积超过大连 烟台 青岛 厦门 北戴河 极大海滨浴场面积总和 还有那美景 不输三亚的维州岛 我国面积最大 地质年龄最小的火山岛 也是广西境内最大的岛屿 你想要的海景 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防尘港的白浪滩 以及粉色海豚经常出没的青州三娘湾 都是广西海岸线上 集聚代表性的自然景观 而广西的一座座城市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 自然都像一座座公园 风情壮都 绿城南宁 广西的首府 南宁 是多蒙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 北部安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一城水运 风情柳洲 柳洲别称龙城 是广西乃至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建成时两千余年 是国家及历史文化名城 人间先进梦幻桂林 秦始皇统一华夏后 开凿陵渠 沟通黎江与湘江 设立桂林郡 自此以后繁华了上千年 百色坐落于云南与广西交接的群山中 与越南接壤 河江与城碧河在此交汇 形成一幅山水画卷 神韵七楼 山水无洲 它拥有着两千余年的建成史 古是岭南地区的政治 经济 文化交流中心 岭南文化的发祥地 粤语的发源地之一 贵中腹地 世界瑶都 这里是中国观赏石之城 莱冰 也因矿产资源丰富 被称作广西梅多 贺州为贵越乡三省通渠之地 留存着跨越千年的人文历史底蕴 是西南地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 崇左市是中国通往东盟 最为便捷的陆路大通道 也是我国边境口岸最多的城市 同时也是广西边境线最长的城市 魅力边关 海域防城 它坐落于我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 陆路水路 皆可连通东南亚 防城港也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海港 海豚之乡 山海新城 青州 古城安州 是岭南文化 广府文化 重要的兴盛地 传承地之一 拥有世界不可多得的深水港 青州港 南国河城 秀美贵港 它是我国西部第一大内河港口 全国内河港口石墙 也是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重要门户 河池是一座以壮族为主 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也是一座山水兼备的小城 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 世界铜骨之乡 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 中国养发生态北海 北海市别名诸城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始发港 我国最早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 西部地区唯一的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岭南美域盛景如林 这里是广西最大全国著名的桥乡 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建城市 也是广西人口第二大城市 也正是因为群山环抱 在古时来自中原 江浙 敏越地区的移民 有一大部分会选择来广西躲避战乱 也造就了极大的文化差异 其中以语言为最 大致分为粤语 壮语和西南官话 以及上百种方言 所以在广西 会三种及以上的语言并不奇怪 在饮食文化方面 粉类美食可以说是广西美食的灵魂之光 螺蛳粉 老油粉 猪脚粉 桂林米粉等花样繁多 多民族聚集 多种文化碰撞 多种地貌的融合 才造就了这一片神奇的热土 有空一定要来一次广西 看遍这里的翠竹青蛙 绿野山河